哈喽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这个 艾康姆的收音机啊 价值一万块钱的收音机 看一下外杆 艾康姆 一柄制造的啊 一柄进口 纯一柄进口的哈 艾康姆那么多 电台 就是这一款 IC705才是彩色的包装啊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彩色 这个包装的封面就很有意思 你看 在户外 用正威天线搭帐篷 放在这个木头上 砍了树的木头上收听 Beatable 活跃起来 In the field with the IC C705 就是活跃起来 在野外使用它吧 这个是一款QRP的小功力的电台啊 它是前模式的啊 HF VHF UHF Old Model 啊 纯一柄制造 Made in Japan 我打开来看一下 首先呢 进入我们这个眼前的就是这个 说明书 第一柄 第一柄 说明书 第二柄 说明书 第三柄 说明书 第四柄 说明书 第五柄 第五柄 我的妈呀 这个说明书 太可怕了 说明书 我感觉都 都有一公斤了啊 啊 爱康姆的说明书真的是厉害 哇 可 卖说明书的吗 爱康姆 我已经在之前网上看过那个中文的pdf的电脑上达到了80页 已经看了好多了 再看上去上面的卡纸 再看上去上面的卡纸 哦 这个是爱康姆的手咪 手咪啊 手咪 好小巧的手咪啊 看一下 看 有logo 爱康姆 一个上下频率的切换 两个频道的那个信道的切换 他这个编号是hm243 呃 这个看一下 拉伸 应该是不拉伸的话也将近一米了哈 够长了 好的 我们先放一边 看一下下面还有什么小配件 两颗保险丝 一个这个是在应该是藏在电台旁边的 呃 是 卡这个的啊 就是卡在这里应该是 不让他扯来扯去 还有一个电键的接口CW的啊 就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黄滑的胶贴 这个胶用的是什么胶 这是什么胶没见过 不是3M的吗 好我们再打开这个直向盖 就看到了本体了 先不知道看本体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颗电池 这颗电池是跟7年年底发布的那个 艾康姆的对讲机的这个 IC的52A的是同一个规格可以共用的啊 这个叫做BP272吧 BP272 是容量是 1880毫安的 14瓦时 7.4V 一颗电池 好像是200多 它配送的是一块 下面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啊 这个 就是本体了 这里还有一颗电源线啊 刚才那两颗保险丝就是放这里的 这个 这个是电源线 这个电源接口 电源线 还有一个 这个 这是什么来的 这是什么条子 这里还有个小的说明书 这是什么 哦是电池的 是高音电池的说明书 那我就不理他 好整个箱子就这样子了 没了 我们现在来打开 看一下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本体啊 看一下 看一下 下面这个是三角架那种螺丝孔啊 是可以装三角架 我刚好有这个这个 一个小的三角架 哎 刚好扭上去 你看 很适合 真的是 很配耶 真的很配啊 以后他这里一流的四个孔也是可以扩整的那个接口 现在我看到爱康姆的官方有卖那个PC的那个底座 所以把这个角度乘一个45度还是30多度的这个角度 单单一个底座塑胶片哦 就要卖160多 现在爱康姆也是斜八重舟了哈 开始靠卖配件挣钱了 这是他的电池仓 我们看一下 就这样子脏进去了 就这样子脏好 他这里应该还有一个 背夹的 我没找到 等下再找一下 拉住 起出来 这样子 一按就进气了 卡住了就这里 这里有两个卡扣啊 这里有两个卡扣 我们看一下旁边 这个是BNC接口的天线 还有这个是地线 还有这个是地线 这个是地线 这个是地线啊 GND 然后好像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口 这个是一个是什么口 看一下 是 麦克风的跟耳机的哈 下面这里就是一个TF的卡 TF的卡槽 它是用来 可以 呃 属存那个 信道频道 还有那些通联的记录啊 收音机的频道 这边呢 这个是电源的DC接口 13.8V 我到时候我就会用这个 电源线连接我那个 电源啊 那个是球晶的电源 看一下这里什么接口 哦 这里是个天条的接口 这个机子是不自带天条的哈 可以外置天条 我有看了一下干方的天条 也是差不多 将近两千块啊 都是靠卖配件 赚钱了现在 下面这里就是一个电键 CW的啊 CW的CW的电键 还有个麦口 那个USB的口 为什么不用Table C的口呢 真的是 这个机器那么贵 那么先进的机器 为什么还是用这种口 想不明白 为什么不用Table C的口 哦 好的我们再看一下面板 面板的话 这个是 一个大波轮的微条 这个是发射的指示灯 给人接收 这个是个充电的指示灯 把磨撕掉 好的 由上面这里应该是一个 布径的啊 也是调频率的 这个是微条 这个是布径比较快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 是音量大小吧 这个是电源键 这些还有很多键 我还不太清楚 第一次使用ICOM的机器 这个是进灶 调进灶 是很可以按下去的 这个是个菜单功能键 这是什么快捷键 退出 有这里有一个 自动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个锁定键吧 显示 好 我们现在开机 看一下 第一次开机啊 有一点电哦 有一个 ICOMIC705 7.8V BP 50%的电 现在它的频率是在 优弹 464兆 我们看一下 真的爽 第一次用这个 前彩屏的触摸的哈 这个小一边的东西 确实厉害 功能键 有一二页 看 这个返回 可以直接直接在这里点频率 你看 可以直接损 你看 损这些 1.8的 3.5赫兹的 14的 10兆的 18的哈 FN的 航空平弹的 这应该是一个 这个属存的 大概我看了一下说明是不是这样子 看一下 我还没有接天线 我们现在接天线看一下 我现在外面现在就是有 一个 UV蛋的天线哈 一个UV蛋的天线 我们现在看一下 自己输入 4 3 9 1 7 5 看一下 A A 4 3 9 1 7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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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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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屏谱 度围的话还是没有 有信号的话下面就会 说这个HDR的这个爆布屏 是寻找信号是很方便的 看我们现在寻找信号 这都没有信号 我们调到看一下那个 现在寻找信号 寻找FM的信号 开幕的这届科技大运 智慧大运 继续运动员的竞技场 看到这个爆布屏没有 其中很多创新 都是和体育竞技一样 是各方合力 很喜欢他们 2022年22日 今日11时06分 长征八号 姚二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点火升空 这次发射 成功将22颗微星 依次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创下我国一键多星任务 最高纪录 开启了我国新的共享火箭 拼车模式 对于这次发射赵宏杰的团队 比普通人更有理由感到自豪 因为在这拼车上天的 22颗卫星中 其中一颗 就是由他们所在的这一家 运营航天企业 显示的模式 那将在今年6月份 为这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提供服务 因此它也被称为大运号 也由此称为全球首个赛事命运的关系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颗 公管电台选择iPad 1075 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声音很纯厚啊 那咱们每周日或者是超级麦克风这档节目 有它的功能性 跟大家讲一讲一些新闻资讯 同时咱们也有一些互动性 互动平台就是公众账号叫东莞电台 记得选择准通道叫FM107.5 好的 今天开箱简单的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后面的短播那些生育的话 到时候再给它大家分享 好的 OK 谢谢大家